然后第二个修法,我们信念这个传承 然后我们来自助党最后的消息,我们来自助党,新宿人介绍,新宿人介绍 新宿人家,新宿人工作室 raro 去根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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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根本之破了 成功的最初是人 去根本之破了 法治 去根本之破 依岩 要以向 彼和喀 亚东射 去 费尔 来疲 来唯 去根本 块头 来疲 去根本چ 去根本 上 绝 来 为啟 去根本 包括 来 被 开 而去根本 左 边 向 司征 来 得 国家 独 来 无能 取光 到 来 之旦 不 过 去根本 没来 腿 从 起 来还 无能 解 得 fal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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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个修法 第二个修法是把病童思维善知识 当作善知识 病童当作善知识 以后在因果的趋势上面要认真的对待 这是第二个修法 那第二个修法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思维呢 当生病的时候就是要思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无事依赖到现在 六专在轮回当中 以后如果我们不需求解脱的话 将来还是会 这个因为轮回它是无事物重 将来我们还是会生生死死 还要就是要接受很多的这个痛苦 我不是这一次要接受这个病的痛苦 而且生生死死还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痛苦 但是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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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呢 因为以前我没有去想过我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我就是通过佛的教会 通过佛的这个教会知道了这些这道理以后呢 从现在去 这就是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个这个病童就专为道用 这次我那比如说我这次就是生病啊 这个病呢啊相对来说啊是还是不是很大的痛苦 相对什么灌带这个地狱的痛苦呀 或者是畜生的痛苦 或者是人间的一些这个很大的这些痛苦来比较的话 那也不算啊很大的这个痛苦 虽然不是很厉害的痛苦 但是啊我就是这次遇到了一个这么小的痛苦的时候 对于我来说啊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呃 凭那个那个那对整个众生 对这个六道轮回的那个那个痛苦来说 啊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微不足道的这不是很大的痛苦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这么小的痛苦都是呃 很大的痛苦非常难忍的啊 精神上肉体上呃都是很难忍的 那你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 啊这样子的 我就是生了这样子的病都不能接受啊 这样子的我无法接受的话呢 那我其他的这些这个这个轮回的痛苦啊 我以后会怎么样去面对啊 如果我这个多地狱啊多这个畜生啊多这个恶鬼 这样子的话呢啊他们的这些痛苦呢啊 就是啊比我比较这个比我这次的这个痛苦的话呢啊 就有田底的田底的差别 痛苦就是远远超过我这次的这痛苦 那我以后都有可能这次我如果我不修心的话啊 那以后我都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是可以说是很不修心的话 是肯定的要去啊面对这些痛苦 那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去面对呢啊 啊我这次这个病是还不算什么大的病 那我那我连这个病毒那么痛苦的话 那我以后啊要要要受遇到这些痛苦的话 我怎么样啊怎么样结局怎么样面对这些痛苦 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啊我一定要就要做一个 我彻底的这个脱离啊脱离这个冰痛的事情 一定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 这次呢我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因为释迦摩尼佛穿法 佛法还在这个人间啊 我就是正好是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如果我这次生病啊 我还有我可以健康还可以恢复 如果我不死的话呢啊 那我生下来的这个生命一定要透露在这个 彻底解决这个痛苦的这个事业当中啊 我一定要把这个超越轮回的苦海 一定要这个度过轮回的苦海 那如果我这次啊生病了 我不能回复啊不能这个健康 如果我这次死掉的话呢 那我还是要有一个准备啊 思想上要做一个准备啊 什么样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这次的啊过去 现在未来的啊 就是这个三那个那过去 未来现在上市的我的身体 所有的身体啊 所有的这些菜餐 所有的山根啊 全部都供养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然后我发愿啊 我这一次我就是这个病啊 不能啊 只好死了 但是下意识啊 我能够下意识我能够这个 活得这个菩提道 能够获得这个菩提道 我再有这样子的机会 不但是有机会在下意识呢 不像我现在这样子错过机会 我下意识就不错过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一定要修心 一定要修心这个 修菩提道啊 这样子这个发愿 然后还是要深信这个原理啊 一定要一定要相信这个原理 同时要想 同时就是要想啊 我这个原理是永远都不会 永远都不会这个 不会永远都不会 呃 那个 嗯 就是不会浪费的意思 我这个 这个发了这个原理后呢 他一定会实现的 他因为他这个原理呢 他就是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力量 他是有这样子的 这个力量呢 啊 他永远都不会有什么 啊 差错啊 啊 那我就是这次这样子 发愿以后 他一定会实现啊 第一个发愿 第二个就是要相信 这个发愿的原理 嗯 这样发愿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啊 其他的生命 其他的终生啊 因为我这次生病了 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啊 我就知道了这个这个道理了 但是其他很多的这些众生呢 啊 他们有些人生病了 有些人没有生病啊 那生病的人他也没有知道这个道理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佛的教导 他就还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啊 这个道理 还要在这个轮回当中啊 无数的轮转 无数的轮回 在无数的轮回过程当中 他们也要要接受啊 无数的这个病痛的痛苦 病的痛苦 嗯 不 这些这些这些终生呢 啊 他是啊 这个不自由 不自由的 在这不自由的轮转这个轮回当中啊 我这次虽然这个病啊 不能好 但是呢 啊 我还是知道了这个一点 这 这个这个道理以后呢 我就可以发愿了 我还会有机会的啊 那 众生 其他众生呢 啊 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 但是他们没有机会 我现在 首先我发愿啊 我发愿 我这个原理实现了以后呢 我一定要 让每一个众生啊 明白这个道理 我一定要让每一个众生 明白这个道理 让众生 他们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 让他们自己在这个啊 痛苦当中啊 脱离出来 嗯 然后有七道 这是这是这是一个啊 发心 在发心的后面就是要有七道啊 啊 我七情 祝福菩萨 我能够这样子做啊 啊 其七情 那我们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话 我们现在啊 应该修行 一定要修行 就是要 要要这个道理 让他们明白 嗯 然后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法源啊 啊 那个祈祷 嗯 嗯 然后呢啊 然后呢啊 就是同时啊 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肉体上面 痛苦越大 就是啊 啊 度化众生 就是 这个 这个 前出众生的那个痛苦的决心啊 愿力 就是 发愿 就是要越大 越要稳定 啊 这样子 嗯 然后呢 如果这个 能够恢复的话 啊 以后就是在因果趋势上面呢 一定要认真地对待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 以前 有了烦恼 啊 造了野 我今天就是生了这样子的病 如果我造 没有这个 没有 如果我造 造造成 啊 这个 空心啊 啊 造就这个解脱的话 啊 今天我也不会病的 那我今天生病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解脱的原因 我为什么没有解脱呢 啊 因为我 没有解脱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这个造了很多的业 啊 所以 我从此以后呢 我就不能在意这个 这个造业 在这个 呃 以后 以后如果我再造业的话呢 我还是会 会接受这样子的痛苦 以后我不再造业 我如果以后我可以恢复健康的话 通过啊 我的这个身体 通过我的这个身体 啊 那我一定要做一个有意义的 呃 有意义的事 那这里面 你的这个有意义的事 啊 就是这个 啊 修行 呃 然后发愿意义以后呢 呃 呃 就是呃 祈祷啊 主要是包括这两个当中 一个是发愿或者是发誓 下决心 呃 另外一个就是呃 呃 祈祷诸佛菩萨 呃 能够实现我的这个呃 呃 呃 就可以包括这两个当中 嗯 这是具体的修法 另外就是在说啊 呃 有些人呢 他不生病的时候呢 他什么也不想啊 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 啊 也不去这个做这个因果的取舍 但是有了病啊 痛苦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开始 呃 开始呃 呃 这个在英国上面呢 就认真地这个对待啊 就英国取舍这些都做得呃 比较好 所以这个病对他来说 这个病就是称为他的善之舍啊 嗯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尤其是在这里面说 尤其是啊 呃 这个将军说法啊 或者是这个秀端心法的人 端心就是秀古萨利的那个那个法 那个法的人呢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一些修行人啊 如果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呢 那那个时候 生病的时候特别就是要 那个时候要啊 要要要看啊 要特别的呃 那个时候就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啊 嗯 要看自己的能力 看自己的能力的意识就是说啊 那个时候我平时就是劝别人修行啊 劝别人怎么样的啊 或者是我自称是我自己是一个修行人这样子啊 那我平时没有就没有遇到任何痛苦 就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 我自称是啊 我是修行人啊 如果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 那个人都会说我是修行人啊 那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不错了 嗯 但是是不是真正的不错啊 就是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才可以看得出来 那那个时候就是要自己要给自己说啊 你是不是修行人啊 我这次看 这次看 你这次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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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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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难关啊 啊 你怎么样去过 你是不是修行人 平时你都自称是修行人啊 啊 成就者啊 等等等等 但是你是不是修行人 你是不是这个啊 这样子的人 我这次就可以看得出来 嗯 然后就看 如果这这个时候就 如果没有自己 没有呃 呃 呃 这个这个 这个没有 没有承受这个 这个病痛的这个能力 这样子的话呢 这就是啊 一个呃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一个警告 警告自己啊 现在我们的修行 还 呃 还这个 呃 不够神 呃 连这个面对这么小的一个痛苦 我们都没有办法 呃 所以以后 不论老师听在一个上面 一定要往前努力 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有进步 那这样子的 嗯 这些是啊 具体的这个修法 然后还有一个 他上中下的 三中啊 不同的这个 这个 冰通 转位 道用啊 第一个呢 上登的呢 上登的这个冰冰 冰通 转位 道用是 通过修行 啊 通过这个 整武空心 和颤丁的 呃 颤丁的能力 来转位 道用啊 啊 那这些人呢 他这个 生病的时候 呃 他就比如说 一个人 忠悟了大圆满 啊 那他忠悟大圆满的 嗯 真正忠悟大圆满的话 他生病的时候啊 就 进入了这个 大圆满的 大圆满的 这境界的话呢 那这个人就是根本 身体上根本感觉不到冰通 啊 所以这个 有些在 在这个大圆满的 修行当中啊 呃 修行人死的时候啊 就冰通越大 越越厉害 是越好的 啊 为什么呢 他如果身体上的 那个冰通 呃 很厉害的话 他头脑是很清醒的 嗯 所以他很容易这个 很容易那个 进入大圆满的 境界当中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些人死的时候呢 啊 就是像人睡着了一样 平时什么感觉呢 也没有什么冰通啊 什么都没有 这样子就是像 像人睡着一样 啊 那个就是 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这样子的话 那个时候啊 头脑不是很清醒啊 不清醒的话呢 嗯 如果修行不到位的话 那个时候 很多这个修行的 那些境界 都会忘掉的 啊 因为头脑不清醒呢 会忘掉的 忘掉 那就他就不能这个 修中阴神的修法 所以啊 这个修那个痛苦啊 就是肉体上的痛苦 越大越好的 那个死的时候 冤极的时候 是这样子 平时 那他修行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子的间接 啊 那他这个时候 进入这间接 进入这个境界的话 他不会生病的 不会有痛苦的感觉 另外就是 参丁修得非常好的人 啊 参丁修得非常好的人 他也 他也 他也不会有这种问题 以前 有一个上师 坐牵 啊 另外一个上师呢 他 啊 在一个上师 坐牵 他把这个功 收支啊 说颠登 收支 什么颠登 嗯 那他说 你有没有这个 很好的参丁呢 如果没有参丁的话 这个 你说 就忍不住的 他说我参丁是没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问题的 啊 那就进入参丁的状态当中 也受支 惦然了 他没有丝毫的痛苦的感觉 这是参丁 不是真乌 啊 那这个参丁和真乌 有参丁和真乌的人 这个兵 就可以转为刀用 对他来说呢 并不是什么痛苦 啊 但是这个 这个 离我们 啊 离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 嗯 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大 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中等的是什么呢 中等的是 通过 通过这个 通过修行 通过前面讲的那些 菩提心 啊 或者是这个 自他向欢 当我们以前讲的那些菩提心的修法 啊 还有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 如欢如梦 啊 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 那个真乌空心的 那些修法 修得好的话 啊 啊 生病的时候 也可以 啊 当那个兵 啊 可以堪 堪称是如患如梦的 啊 那个人的精 那个人的真乌和参丁的精解 都没有前面这样的那么高 啊 但是他还是可以 把这个兵 就可以转为道用 这是中等的这个做法 最下等的做法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 啊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 呃 有两个修法呀 两种修法是最下等的 最下等的就是 为什么是最下等的呢 因为这个呢 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做得到 前面前面 刚才我们讲的那两种修法呢 我们普通人啊 没有正乌空心的人啊 没有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呃 很稳定的那种啊 参丁的人 四参八丁的人啊 他也可以修得出来 呃 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 呃 修心转为道用的 呃 冰筒转为道用的方法 所以前面那个是最最下等的 那最下等的人呢 啊 就是就就用通过通过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那个那个方法啊 去把这个 冰筒就转为道用啊 这是第二个修法 然后第三个修法 我本就用通过来的 说一下 要看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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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